未经许可得知 捧我开心 捧你 不开心 先生 你现在应该开心了吧 仇教 如何收购心灵伴侣 卓越要收购心灵伴侣了 没错 林总下达的任务 所以可不可以请邵总指点一下部下 不要 我为什么要帮那个 好像跟你很熟 又不懂礼貌的那个小孩子吗 你怎么样才可以帮忙 哄我开心 哄你 怎 怎么哄 你自己想办法 那 要不要去游乐园玩 听上去还不错吧 不知道 各位久等吧 不开心先生 你现在应该开心了吧 所有的你都玩变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进入正体 谈判的本质 就是新演战 一上去呢 不要先让他们看出来 我们的收购影院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 听不厌诈 但是我觉得真诚更有力量 不是吗 如果是我 我不会那么做 但现在谈派的负责人是你 我支持你 因为你自己的关系 我今天来呢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卓越投资部 已经通过了 我的项目分析报告 对心灵伴侣这个项目 有很强烈的投资意愿 太好了呀 那你今天来 是要和我们谈具体条件的吗 没错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我今天呢 带来了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 整体估值 这上面也有很愿意 才对我给你 姐 这里面有一条是团队估值待定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一个年轻的创业团队 每个人都害怕被资本抛弃 还记得威尔酒店 收购案中 我说的那些话吗 因人而异 逐个急迫 只要把握住这一点 你就能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按照规定 我们要对你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挨个进行固执 在我们确定留下的成员之后 我们才能计算出整个团队的固执 你的意思是 要拆散我们团队 难道不能一起出过我们团队吗 不能把我们拆散啊 我们团队不能在一起的话 我想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了 我看来人与人之间 情感才是最珍贵的 一个年轻的创业团队 他们的凝聚力 不也是商业价值的体现吗 我不想做那个破坏者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是我 我不会这么做 但如果是你去做 也许你会做得更好 因人而易吗 如果我选择了拆散的方案的话 我就不会直接地说出来 而应该悄悄地约你们 一个一个私下聊 对吧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在一起 没错 太好了 太好了 走